220 南國城報 2015年7月22日報章 《十二樓州樓信新廣告法 房產廣告不得含升值等內容居息 新廣告法將於今年9月1日起施行 其中 房地產廣告法報暫行規定 修訂稿 徵求意見稿 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意見稿明確 房地產廣告不得含有升值或投資回報的承諾等內容 房地產廣告必須真實、合法、科學、準確、不得欺騙、誤導消費者 不得有升值或投資回報承諾新規明確要求 房地產廣告不得含有升值或投資回報的承諾等內容 同時 房地產廣告 訪源信息應當真實 面積應當表明為建築面積或套內建築面積 並不得含有升值或投資回報的承諾 以項目到達某一具體參照物的所需時間表示項目位置 違反國家有關價格管理的規定 對規劃或建設中的交通、商業、文化教育設施 以及其他市政條件作誤導宣傳等內容 意見稿規定 房地產預售 銷售廣告 必須在明以下事項 開發企業名稱 中介服務機構代理銷售的 在明該機構名稱 預售或銷售許可證書號 廣告中僅介紹房地產項目名稱的 可以不必在明上述事項 內容不可涉及風水 占卜內容此外 房地產廣告不得含有風水 占卜等封建迷信內容 對項目情況進行說明 尊嚴 房地產廣告中涉及所有權或使用權的 所有或使用的基本單位應當是有實際意義的 完整的生產 生活空間 房地產廣告中對價格有表示的 應當清楚表示為實際銷售價格 明是價格的有效期限 意見稿明確 房地產廣告中不得利用其他項目的形象 環境作為本項目的效果 房地產廣告中使用建築設計效果圖 或模型照片的 應當在廣告中注明 再者 房地產廣告中不得含有廣告主 能夠委入住者辦理戶口 就業 升學等事項的承諾等 來源 中山日報整理 沈彥廷 我遇到了